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般的全新开幕的保时捷一个展示中心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非常的特别 它是全球第一座的保时捷用型打造的一个Lounge 第一它是全世界唯一 第一不是唯一 接下来还会有第二第三 第二个部分就它里面有一些设备是 你目前在所有高端品牌所看不到的一些设施甚至包含的服务 首先第一个MBL的音响 听说这两个喇叭一对就五百万 主机也是五百万 所以光这一区一千万 给大家听一下它有个遥控器 好那我先手上拿这个遥控器 我给大家听一点点它的音效 只能听一下下因为版权的问题不能播全程 好那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其他的设备 然后这个Lounge呢其实它的设备包含了他们针对VIP的客户 以后可能会发一个黑卡 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包场 所谓包场就是你可以在那办你要办的Party 为了隐私的关系 它所有的透明的窗户都有一个电动的窗帘可以遮起来 你在那边可以做一些外汇吹煮甚至一些品酒 那你看这边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特别强调就是 它有一个阳光屋的概念 阳光可以撒进来 再加上你有一些很好的休息的地方 这个只是它其中一小部分 我今天要带大家把这个展示店逛完 大家可以跟着我走 那如果说今天你来这边不管是保养 或者是赏车甚至买车交车 如果你在这个展示中心 它待的时间会比较久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突然的私人会议 在这边贵宾办公室它是免费的 你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些简单的一些私人会议 然后有两间是免费提供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那个办公室太小 这边还有一个大的来比奇会议室 这个可以容纳20个人的一个会议室 你在那边可以做所有的简报 甚至包含这个地方 你只要USB插进去 你在这边可以做任何的涂鸦 然后你涂鸦完之后啊 按存档 就会存到你的USB里面 我们一般不太会去拍厕所 我们要进去拍之前 你要先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人 不然有人在上厕所不好 我为什么要介绍厕所 它的厕所所有的设备 第一个它的相分 甚至包含它的吸收录 它都有坚持一些品牌 以及还有一个 里面那么冷 等一下 好 我们通常不再去拍人家的厕所 但它厕所也很厉害 一万欧元的马桶 在这里 现在不想上厕所 现在不想用它 不过它是一个 一颗一万欧元 有机会来上一下 接下来这个是一个二楼一个小小的休息区 我看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保时捷Design的一个喇叭 你只要手机 WiFi 蓝牙连上它之后 就可以播放你手机里面的音乐 可以把这个扛回家 那个时候它发表的时候 我超喜欢这个 你从这个二楼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所有一楼的展示中心 每一辆车辆 来这边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假设你买车的话要交车 像这台凯燕是要准备交车的 你可以看到 业代已经很细心的 准备了一些包含了香槟 包含了香氛 包含了一个剪裁的彩带 那如果你在这边发动的话 有一个很重要的配备 我觉得很棒的就是在这里 因为你发动会有一些废气 然后它透过这个去回收 而且过滤之后才会排到外面 这是它的轎车中心 这边是有一个普鲁士 那这个有一个牌子 如果你在使用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转过来 使用中 在这边可以换尿铺 然后可以逼你的牛奶 或是冷奶都可以 包含了所有的尿铺的密封袋 清洁的用品 全部在这里 外面呢就是小孩子 游戏的地方 好 这些我想对小朋友来说 是非常棒的一个环境 仔细看喔 这个厂上上面有一台保时捷 它的用意是什么 当今天小孩子可以 拿到那台车的时候 表示就可以完成你的梦想了 那个时候你应该有能力可以买 来保时捷 然后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一些 饮料和点心的区域 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 知名牌子的点心 包含了所有的咖啡 人饮热饮都有 然后在前面这边就是它的 展示中心 每一台车你都可以坐进去 每一台车都可以摸 那如果说你已经看上了哪一台车 准备要购买的时候 在这边可以做一些客制化的 套件的介绍 包含了皮质 包含了颜色 买不起保时捷 买不起保时捷 摸一下保时捷的排档杆 所有的东西包含了钥匙圈 包含了地毯 车内的地毯 排档杆的颜色 中央扶手的颜色 甚至皮质内装 还有饰板的材质 全部可以在这边做选择 我带大家去看一台 它的展示车 我们随便选一台 譬如说我们以这台991 GT3 它这边会告诉你 它的基本的车辆规格 包含了个人化全配的东西 全部都在这边做显示 还有整个总价 像这台车它是 基本售价是768万 选配价格有123万 所以总价是8910200元 我们每一台车都有车证号码 你在这边可以看到 这台车的车证号码 然后如果你发现 它的选用配备 譬如说假设这个轮圈 是21吋 结果你发现 为什么展示车是22吋 就表示什么 这个轮圈是台湾另外换装的 否则的话 它每一台车证号码出来的规格 包含了选用配备 都会列在上面 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这面墙 它告诉你一开始我四处寻觅 却遍寻不着我梦寐以求的车辆 于是我决定亲自打造一辆 菲利保时捷 这一个墙上面的这张图 还有这句话 全球第一个用在上面的 然后在旁边就是销售中心的主管 以及下方就是交涉中心 它就是告诉你 买一台保时捷是很多人 梦寐以求的梦想 今天我们来这边出外景的重点 其实并不是要告诉你 它有多豪华多奢华 而是要告诉你就是 原厂的用心 你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福的 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好的 因为你可以有更好的环境 不管是钥匙交到你之前的赏车 以及钥匙交到你之后的保养和售后服务 那这个展示间是我们第二个采访的展示间 跟之前LASUS比起来 我觉得展示间它有很多全球第一次 所以我给它每一项都非常高 甚至是满分的评分 不管是餐饮甚至包含了整个设施 以及动线还有整个购车保养的流程 我相信保持街新北展示中心 它打造了一个典范一个高标杆 那这个标杆我想也会是所有高阶品牌 未来想要追求以及超越的目标 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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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